漫男女是臺灣武器 漫男女小孩又開始唱馬前臨的地位 為了讓小朋友有機會 學習到本土的武器 跟發揚臺灣的精神 離空100中華7市中北 臺灣漫男女小孩獲獲歌唱比賽 將在11月4號 在中華市里道士館記憲 讓小朋友以輕鬆團群的方式 提供漫男女的精神 近年來專的推動 臺灣漫男女小孩的空玩老鼠 將臺灣俗語改變成漫男女小孩 用生動華動的風鞋唱出來 漫男女是臺灣的武器 為了發揚本土文化夠用 中華市公司每年都會來 基本起跳背臺灣漫男女小孩的唱歌比賽 讓小朋友可以套過唱歌 了解到臺灣本土文化 在今年 比賽中在11月4號 在中華市里道士館的記憲 發揚本土文化的風鞋 所以我們的文化歷史越來越厲害 流團百年臺灣俗語 是卻抹了人生的得力 更加是累積鎮臨的地位 這次空玩老鼠將俗語變成小孩 在那裡開始地位的功能 也保證了臺灣立東文化鞋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中華 彩虹伯德 做記錄